点点新台中新光3月中港店地址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301号时F电话0422542271营业时间平日11点到22点 假日10点30分到22点店家FB 请按我店家活动于2016年12月21日到2017年1月8日期间 单笔金额满千且同行中有5岁以下儿童及赠送一份猪仔流沙包新光这次进入好几家重量级的美食餐厅 正在台中好幸福点点新吃完可以顺便去买隔壁的世界第二好吃的线烤冰淇淋菠萝面包也可以选择是Mason麦卷猪排 之后还有金子半支柱及建植物好期待Tilda点点新是棒棒堂南海里面成员的阿伟代理引进台湾的 台中市第三家分店不想排队排太久也可以直接到外带区去购买 这是我排队的实况整整排了一个小时天啊Tilda餐厅灯光好黄再次的好难拍Tilda 阿伟和台支援Tilda点好多Tilda诚实菠萝包128美元吃了讲话会变成诚实吗 啊其实是里面包进凤梨菠萝外皮酥酥的搭配凤梨满庙的Tilda 不过为什么点点新的餐点数量很多都是三个一般不是都一次两颗分量 这样双数的人来吃要分要有点技巧香鲜萝卜糕98美元 里面可以吃到好几块而且满大块的清甜萝卜也真的是萝卜糕55Tilda 玉香萝卜载128美元造型好可爱 小小一个个红萝卜里面包芋泥 那一件不会很甜腻外皮属于Q软的有一点点麻薯的口感 蟹子烧麦黄128美元鱼卵吃在嘴里啵啵啵的 双重口感Tilda里面还包进虾子 馅料很多号称馅点馅蒸 拿捏的不错肉汁保有外皮不干 怀旧糯米鸡128美元 口味好吃不过米饭满湿满软烂的 芥末咸水饺98美元 这个就比较不讨喜口味比较没有香气 芥末口味看人吃Tilda 猪仔流沙包118美元点点新排行前一二名的其中一项好萌的猪仔造型 大人小孩看到都发出会惊一笑重点是 可以玩小游戏让猪仔流鼻涕记得先拿筷子搓一下小猪的鼻孔 再挤压一下小猪就会鼻涕供供流Tilda 一定要玩一下流鼻涕的拉好几桌都玩得很开心Tilda 流沙满浓咸甜的 不错Tilda 烧汁酿茄子118美元茄子的酱汁满入味的 我觉得好吃 花菇芝麻包118美元一朵朵很像香菇的造型精致度感觉就像网络大家分享的一样比天好运好一点 口味上也是大圆摆和星光在年底前 美食餐厅大车拼内 里面包进芝麻都是让客人猜不太到的内馅 就像萝卜造型包进芋泥 山煮牛肉球酒18美元这个也有三球 被吃掉一球 上菜速度买快的 拍的好忙 叉烧菠萝包128美元跟城市菠萝包一样的外皮 所以点其中一样就好 这个物点 叉烧还蛮多的 我喜欢吃叉烧系列餐点不过吃到这里 有点可 喝Tilda 鲜虾金鱼云吞138美元金鱼造型的 不过零上酱汁 有点血腥的感觉 外皮很薄 内馅可以看到包的超饱满的 最爆肉综长粉128美元 炸过的米网和肉松要一口咬下 才会好吃 我第一口先咬到米网皮和肠粉的部分就会没什么味道 不过有爆脆感就是 肉质 也可以沾点酱汁一起吃Tilda 醉皮鲜虾肠138美元 混合鲜虾芹菜等等内馅在包进米网皮里 香酥口感和鲜坛家人 多层次口感Tilda 港式冻奶茶68美元 港式冻苹茶68美元饮品味道比较淡 这杯的柠檬片几片而已 良知甘露118美元有芒果 西油果肉跟椰汁 质地浓郁Tilda 点点心跟天好运哪个好吃 觉得是个人喜好主观问题 你感觉天好运比较忠于原味料理 点点心则是有创新点 此而去实现都可以常见看看Altilda 蓝色起是IGBLU119CHESC 2000 Status 3215 针洋